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即将揭幕 5月26号 中国女排从广州飞赴土耳其安卡拉踏上崭新旅途 6月1号 她们将迎来本次比赛的第一个对手荷兰队 这也是新一届中国女排的首次亮相 时隔十余年 再次拿起中国女排率印的蔡斌 对于接下来女排姑娘的表现充满期待 世界女排联赛我们肯定先第一步先要进前吧 然后我们再往前从 全力去拼吧 然后世锦赛我觉得我们也要去争取好的成绩 因为这两项是涉及到中国女排的一个世界排名的 此前中国女排公布了参加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24人名单 根据比赛规则 大名单中24名球员均有参赛资格 各队将在每一战比赛开始前 确定该战比赛14人参赛名单 袁新月是这支中国女排的新日队长 袁新月相对她现在的年龄结构 她在国家队的一个时间 包括上场的一个时间 包括她的资历 同样也是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从各个方面 包括这次职讯以后 她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她是很胜任这个队长这个角色 彩斌说成为队长后 作为教练的左往右臂 袁新月所承担的会比以前多 希望她在球场上敢于承担 敢于拼搏 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在24人的大名单中 朱婷 张长宁因商缺席 谭家人若恢复叫好 能否参加市井赛 彩斌说 中国女排的大门 向所有高手敞开 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评定衡量 我们的执照思想还是这样 首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愿意为国家效力 愿意为中国女排效力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定要用的 然后中国女排的大门 其实是向任何人都打开的 不光是张长宁啊 朱婷啊 我们其实都打开 但是也要根据队伍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和状况 还要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 我们去评定 去衡量 2009年 蔡斌曾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她坦言那段经历客户明心 盘级再次执教 蔡斌表示 尽我所能 尽我所能吧 把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带好 我希望不光是成绩上能够带好 还希望整个中国女排的 一个团队精神啊 把以前女排的这个作风 把中国女排的这个拼搏精神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把整个队伍能够通过 按照我们的一个时间段的划分 能够有见到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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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